教会不是来参观的 是来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你要一起参与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父说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蒙福的日子 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 要领受你的祝福 要领受你的恩典 特别为着Nikolas Michelle 还有很多人在生病的当中 配弦恢复的当中 我们求你大能医治 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主要好让他们能够 归回我们的聚会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一起讲 阿们 大声来讲 阿们 你的参与是我的鼓励 让他转向你旁边 有时候要看一下他 因为今天你们好像看起来 都有一点稠稠的 所以你转向你旁边 给他一个微笑 然后跟他说 看到你好开心啊 你懂 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聚会 不是每一个都是 看人家的后面 因为在聚会 早期教会是面对面的 然后一起团契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我们聚会久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我们都在看人家的背后 看人家的背影 然后一个人在前面讲道 原来我们一起在教会 就是一个家 就是一个团契 Amen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 约拿的系列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人 他站在一个狗的旁边 然后呢 就有另外一个人走过的时候 他就问他 小姐 你的狗会不会咬人啊 因为他的狗很大只 有没有看到 你的狗会不会咬人啊 他说我的狗不会咬人 然后他就去拍下 突然间他的 整个手给他咬下去 哇 他就喊了很大声 他说 小姐 你不是讲你的狗不会咬人啊 他说是的 这个不是我的狗 不是我的狗 也不是我的手 你有发现到 有时候 因为不关我的事 我好像很冷漠 以前在爬山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跟我太太 还有一群人 年轻人 我们早期去爬山 我们爬山 我们有一个领队 现在领队已经很大年纪 那时候是四十多岁 现在讲我四十多岁 我那时候才十多岁 跟我当时的女朋友 就是我的太太 当时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爬山 爬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很多蜜蜂来攻击我们 然后呢 为了要保护我当时的女朋友 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我就折她 她被钉了 一个 被这次蜜蜂钉 钉 钉一次 我被钉三次 哇 很伟大 现在你懂为什么她会嫁给我吗 那因为被钉 因为被蜜蜂钉很痛 我第一次被钉好痛 然后那个刺 要拔出来的时候 是很 很 很烧的 然后呢 那个领队的人 那个队长 四十多岁 他就说来我来帮你 然后第一个刺 在我的脸拔出来了 第二个刺 他说太深了 他就拿那个 剪指甲的那个 跟我剪 哇 他一剪下去 我突然间喊很大声 比刚刚被钉的时候 更痛 为什么 他把我整个肉剪出来 哇 我喊很大声 我说哇 很痛啊 然后旁边的人看了 都觉得痛 而且血一直流出来 然后我就问他 哇 你没有什么 怜悯的心 他说当然没有了 因为是你的肉 不是我的肉 从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 我的mentor是很可怕的 他不是mentor你 就是tormant你 那我认识他好久了 可是今天要 讲的这两个故事 要带给我们一件真理 就是有时候 在我们的环境 不关我们的事 有时候很冷淡 会不会 你懂圣经有一句话 他讲到在 马太福音第24章 他说那时候 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也就是将来末期的时候 且有好些假先知出来 迷惑多人 12节一起来读 只因不法的事争夺 许多人的 再来一次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原来发现到 在末期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爱心会冷淡去 那很可怕 因为本来教会 就是讲爱的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都会 跟彼此说 耶稣爱你 然后我爱你 然后 然后很多很多的爱 对不对 可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在末期的时候 却有很多人的爱心 会渐渐的冷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生命之光的人 不会冷淡 阿们 我们要火热起来 因为圣经讲的话 是在末期 要提醒我们 在教会 我们要带着爱心 原来 爱的反面不是恨 就是冷淡 今天有好多的事情 我们觉得 不关我的事 所以会变冷淡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结束 我们整个约拿的系列 我们的心不会冷淡 阿们 阿们 我们会有热情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你们谁有看这部电影的 举起手来 哇 好多人啊 请问举起手的人 我再问一下 请问谁已经邀请了 希望与你有约 邀请朋友了 举手 哇 你们有看你的热情 是在哪里 你知道我今天 在想这部戏的时候 那些很多人都看了 然后跟你旁边说 我爱你三千 I love you three thousand 那些有看的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那些没有看的 我不要泄露太多 不过 我要讲的是 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可以看到 为人摆上的那种热忱 今天为什么我比较说 今天有看这部电影里 有好多人举手 因为我在神学院 我经过三一神学院的时候 在喝咖啡的时候 都听到有一些 神学院的老师 还有学生 在那边讨论end game 我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这个热情是好 学习一些 看电影不是错的 可是呢 让我们对于主的爱 一样的热忱好不好 Amen 让我们对主 对传福音 对待人来希望 与你有约 也有同样的热忱 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对一些事情热忱 可是对很多主 关心的事情 却非常的冷淡 请问一下 在4月16号 有没有人听到 这则新闻的 就是在巴黎 有一个教会被烧 来 如果你有听到 这则新闻的时候 挥挥手一下 有去过这个地方的 举手 有看过这个建筑物的 举手 那些看过的 你们会更心痛 对不对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火烧 你知道当新闻出来的时候 有一则新闻就报道了 有好多的有钱人 一起讲有钱人 这里有没有有钱人 我们都是有钱人 你知不知道 有两块也是钱 跟你旁边说你是有钱人 所以有很多好有钱的人 就是一万富翁 百万富翁 站出来 然后做什么呢 他们捐款 因为在这个建筑物的当中 虽然没有人死 可是这幅画 这幅建筑物是在两百多年前 有历史的 大家讲 哇 你看都是在这边的人讲 哇 这边不管发生什么事 这个不关我的事 然后呢 对于这些很有钱的人 为了要保存 为了要装修 他们愿意拿钱出来 哇 这个是非常可以鼓舞的 对不对 可是在一个星期过后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在斯利兰卡 另外一间教会 有人拿炸弹去轰炸了 杀了至少有两百九十个人 死亡 两百九十个 可是却没有很多百万富翁 一王富翁站出来说 我要捐款帮助这个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下午 我们要开始再一次的检讨 人的心 一起讲人的心 如果人的心变冷淡了之后呢 他不会再对于神关心的事热忱 他会对于在世界所描述的 世界所推动的事情热忱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在言经的当中 在讨论的当中 在思考的当中 我们的心不要再冷淡了 因为约拿书的结束 就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在乎神所在乎的 跟你旁边说 我们要在乎神所在乎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约拿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那些 可能你没有听前面的道 你会发现到 约拿书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四章的当中 他一直在推动约拿 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 你有没有看到 每一次来教会 不管是牧师 传道 同工 领袖 都会跟你讲说 要传福音 对不对 为什么老师叫我传福音 因为福音的意思 本来就是好消息 原来当我们看一部电影 非常好看的时候 我们一直会讲 当我们看到一个 好康的东西 一个discount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在那边讲 因为我们要我们的朋友 得到好处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 福音就是神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一直讲旧恩 约拿他领受一个信息 就是要出去 可是他违背了神 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书 提醒一下 在这本先知书 讲到是小先知书 不是讲到预言 不是讲到神所说的话 而是关乎到 这个先知的一个故事 我们看到第一章 David传道 告诉我们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坚持 可是不要让我们的坚持 阻拦神的旨意 跟你旁边说 不要让你的坚持 阻拦神的旨意 因为有时候 我们坚持到固执去了 固执到听不到 神已经在呼召我们 第二章 我们看到 就是永良牧师 他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他问 人是怎么样知道 需要拯救的 就是当约拿 被鱼吃掉的时候 在鱼的肚腹的当中 他就知道 自己不能够 自救的时候 当约拿自己本身 看到他自己 需要得救 他就看到 他需要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需要 这样的一个恩典 第三章 就是上个星期 我们看到约拿 被那个鱼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的赦免 他赦免 尼尼为人 他透过一个被鱼吞了 三天三夜的一个人 出来的时候 好像死人一样 他出来应该有很多鱼的味道 惺惺的 对不对 出来 他的传福音的方法 不是用十二个祝福 也不是采用任何的方式 他只讲了几句话 再多四十天 这个城市就要灭亡了 我们就看到 极大的复兴来到 整个城市都悔改 这个是极大的复兴 然后Pastor Chris Long 提醒我们什么呢 他提醒我们 你不要让你的祷告 代替你的顺服 阿们 你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来到 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复兴来到 可是约拿 却有一点抗议 你知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要讲到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 一起来读 一二三起 不愿一伦沉伦 乃愿人伦都悔改 也就是神爱我们 到一个地步 祂不愿意 任何一个人死掉 就是灭亡 在永远的死的当中 原来神的心意 就是要每个人 每个孩子 每个baby 每个老人家 即便他是九十多岁的 我今天早上 在管福讲道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他的儿子突然间 就是心脏病爆发 然后他在九十多岁的时候 自杀 你想他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了 可能他觉得 他已经没有用了 可能他觉得 他的生命 已经太孤单了 现在他伤心到 他在九十多岁自杀 我听到这几个经文的时候 我突然间内心感到好伤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听到这样的新闻 你还会伤心吗 还有多一则经文 我看到以前十一岁的年轻人 因为考试的压力 因为家庭的压力 跳楼自杀 十一岁就丧命了 不管是九十二岁 或者十一岁 我们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阿们 你要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 傻到魔鬼 在这世上 已经放假了 好多好多的谎言 他的谎言告诉你 你不可以 他的谎言告诉你 你没有用 他的谎言告诉你 你跳下去吧 可是今天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是有盼望的 阿们 我们的盼望在于神 原来约拿书告诉我们 我们要看到 原来上帝所关心的 就是灵魂 人的灵魂要进到永生 人的灵魂要进到天国 人的灵魂要永远在神里面 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 有三件事情是永恒的 第一就是神本身 第二就是神的话语 第三就是灵魂 灵魂永远要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看谁 看我 跟你旁边说 就是我的责任 原来这就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要我们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上帝不要任何人灭亡 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爱 我们就知道 原来透过约拿 我们看到显明了神对约拿的忍耐 也显明神爱世人的真实 你知道我一开始讲约拿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先知 本来应该是好好的服侍神 可是他却每一次都有抗议 每一次都有烦躁 每一次都生气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服侍神 也是这样 感谢神这里都没有 除了我 你知道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 有时候会面对这样的一种挣扎 约拿书第四章 我们好不好前面读三节经文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一起来大声地读 一二三起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且圣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死去 他跟神说什么 他说我知道 一直讲我知道 知道不代表明白 跟你旁边说 你看到吗 复兴来到的时候 约拿在生气 后来我发现到一个真理 就是约拿知道神的属性 却不明白神的心意 今天有好多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们知道神是爱 你们知道神是怜悯 你们坐在那边你说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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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不愿意跟随 甚至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去管他 因为不关我的事 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关你的事 关你朋友的事 关你家的事 关乎到你 不然我不会在这里 预备四十多分钟的到 来鼓励你去思考 原来关乎到永生 关乎到我们 约拿书第四章第三节 耶尔华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 这是约拿说的 你看他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逃跑 他闹遍你 不够 第三节他说 主啊 现在求你把我的命 取掉吧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要好 耶尔华说 你这样发怒 何乎吗 你有没有发现到 约拿 如果我是上帝 我早用雷 砰一下 就完了 对不对 那我做父亲的 看到我的孩子 这样乱乱讲话 我就啪他一巴 就够了 当然没有打脸 打屁股 你们有没有 这样跟神讲过话 好大胆 对不对 这个约拿 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就是这样跟他讲 而且呢 他还说 主啊 我知道你很好 可是呢 我不爽 其实 就是这样跟上帝讲话 所以今天 当我们讲到 我们要在乎 神所在乎的 首先我们要改正 错误的想法 拍一下你旁边 跟他说 有一些想法 你要改正 有个牧师曾经说 你的观点 可能成为 你的监狱 或你的护照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的想法 引导他们 做一些错误的 或者是阻拦 他们做一些对的 原来有一些想法 他的想法是觉得说 坏人不应该得救 敌人不应该得救 我不喜欢的人 不应该上天堂 今天有好多基督徒 有时候也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的偏见 阻拦了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第四节 神的回应是这样的 你这样发怒 何乎吗 然后第五节 于是约拿出城 你有没有发现到 神问一个问题 约拿有没有回答 哈喽 有没有回答 上帝跟约拿说话 今天神跟你说话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会这样吗 可是今天你父母跟你说话 你会这样 对不对 今天你生气的时候 Josiah Josiah很好 因为是Pastor David 训练出来的 可是如果Josiah生气 你不要管我 Josiah Don't say yes To obedient 然后叫Amos Amos Amos 我要你走去后面坐 下一次 Amos 然后你站起来 走去后面 有点不像 这也是太乖了 我们这边太乖了 来拍手鼓励他们一下 OK 大家看一个 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 神跟约拿讲话 约拿 走掉 真的 可能圣经没有讲 可是他 可是他 出城 就是说他本来在城里面 他不管神 没有回应神 也罢了 他 转身走 这种孩子 我看到 就想巴他两巴 真的 因为我有三个孩子 如果我任何一个孩子 转身 离开 出去的时候 然后门大声的 砰一声 他完蛋了 求主赦免他 可是约拿却这么做 约拿好像一个闹别扭的 小孩子一样 他离开城 不用紧 然后去找一个地方 坐在那边 会看发生什么事 他觉得 他的使命 做完了之后 他就离开 你知道有时候 我们的观点 是被我们的偏见 影响的 很多时候 在闹情绪的当中 我们本来应该受到处罚的 可是神给我们怜悯 你可以阿们吗 你有没有看到 神好爱约拿 好怜悯他 你有没有看到 神在你最低谷的时候 他也同样的怜悯你 你有没有看到 当你在闹情绪的时候 你不想听话的时候 神仍然猜前人 去打电话给你 关心你 你有没有看到 当你很不想来教会的时候 却神差派天使 叫你来教会 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看到 神在你生命的恩典 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神好爱你 这是我在圣经里面 看到的一个真理 也就是当我们 最叛逆的时候 最不想听话的时候 神仍然把我们追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连祷告都不想 因为我知道 我一祷告我就输了 所以我不要祷告 我说我跑 我跑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我知道 神跟我说话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像约拿这样 就走了 我不敢 可是我知道 只要我不祷告 我就不会听到神 只要我没有听到神 我就不用顺服 祂叫我做的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以前有 曾经有 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笨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 对不对 可是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 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叛逆 你知道 在圣经也描述 有一个长子 他也是同样的 应该喜乐的时候 看到小儿子回来 看到他弟弟回来 他应该很开心 可是他却在外面发脾气 为什么约拿 还有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比喻的当中 两个人本来应该很喜乐 他们却在发脾气呢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比别人好 这个就是问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可能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不管你已经邀请了多少人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 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会觉得 可能这个人不适合来教会 那个人不是来教会 把这些的偏见全部的挪开 我发现到 原来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 你有发现到 天父的心仍然去那边敲门 邀请他回来 大儿子生气的时候 不肯进去 父亲出来劝他 然后告诉他 你快快进来吧 因为我有的都是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多么的显明到神的大爱 原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首先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改变我们的看法 改变我们的做法 神使用发问问题 有没有 来帮助 其实在圣经很多的例子 都用问题来帮助我们 我记得很多时候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神是用问题来发问给我 在创世纪 我们看到 当亚当不在的时候 上帝问什么 你在哪里 当我们看到 该隐把亚伯杀了 然后神跟该隐问什么呢 他说 你的弟弟在哪里 你做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 扫罗王 他做错事情的时候 上帝透过 撒末先知 问他 你做了什么 上帝总是用问题来发问 提醒我们 要追求他 提醒我们 要专注 很多时候 就是透过问题 我们才能够成长 阿们 我觉得最近 我也是因为 上帝问我一个问题 你们都知道 明年我在预备 要去安利 我不晓得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步 因为我本来就不想的 可是呢 我在追求神的时候 有一天 我就去跑步 我在跑步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上帝就开始向我说话了 我记得很多时候 就是透过跑步 那透过跑步的时候 上帝问我 你害怕什么 原来我害怕的 就是被人管辖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的惧怕 会成为我们的主人 所以今天我问一下大家 在你的服事的生涯 在你的服事的道路当中 你今天是在生气什么 你在闹什么别扭 你在埋怨什么 今天全然地交托给主 阿们 今天要知道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今天要知道 我们不能够生气到一个地步 我们违背了神的荣耀 违背了神的指命 违背了祂的话语 那有一次 我记得也在跑步的当中 我跟我太太吵架 为了什么吵架 为了那个衣服 挂对方式吵架 你们有没有这样 跟你的太太吵架的 那些结合婚的 或者是为了 一些小小的问题 总之 年轻的时候 小小的东西 都会成为大大的架 就是小小的东西 就会吵架 吵到很厉害 所以那一天 很奇怪 因为可能大家都累了 我在神学院 挂衣服 他说要这样挂的 不可以这样挂的 然后我的挂衣服的勾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因为我是很有创意的人 不要挂也可以 因为我衣服 有时候挂在 那个开门的那个knob 也可以 只是底裤 没有挂在那边才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 就是生命要很简单 就是自由一点 怎样挂都可以 对不对 错了 那些结的婚 不敢回答 你看 那太太在旁边 更不敢讲话 可是我的太太 在那个时候 经过我说 为什么你每次挂衣服 他只是讲 为什么你每次挂衣服 都这样 我就发火了 我说有每次 你看 有时候我们专注 我们没有专注重点 我们专注小小的东西 会不会 然后我们就讲 你讲我每一次 哪里有每一次 所以因着这个每一次 一直讲每一次 你们看我 好像从来没有 跟你们父母吵架过 你们有没有 你的妈妈 每一次 你回家都这么乱 每一次 有没有 有了举手 然后你的回应是什么 走掉 不然就说 哪里有每一次 对不对 就因为这个每一次 我们吵架 然后我记得 就因为这个每一次 我很生气 然后就吵完了之后 你在神学院读圣经 然后要学习做传道人 然后要谦卑 要悔改 每一天都在讲饶恕 爱人 爱神 然后回到这个家的时候 就跟太太 为了每一次 这句话而吵架 有没有多么可怜 可是因为我去跑步 我去跑步的时候 然后我跑步的时候 我是怎么祷告 我有祷告 我跑步的时候 说你看她那个女人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每一次都讲我每一次 然后我一边祷告 好像一边在骂她 我说主啊 你光照她 你光照她 求祝恋面她 主啊你要赦免她 我在跑步 跑到一半的时候 神就问我 那你有没有为她祷告 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上帝也没有指责我 上帝也没有指责她 上帝什么都没有说 她只问一个问题 那你有没有为她祷告 我说 我一边跑的时候 我被圣灵谴责的那一天 我就发现到 原来上帝问了那一句话 我突然间不懂怎样回答 如果你从来没有被神问过 求主帮助 今天晚上你回去的时候 让神大声地来向你说话 我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 我回家的时候 我突然间谦卑下来说 你啊对不起 他说哇 上帝跟你说话对不对 因为我为你祷告了 其实我也为他祷告了 不过神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就谦卑下来了 我发现到原来很多时候 我们每次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的问题 我要改正我的想法 我要改正我的做法 我要改正一下 好让神的话语 能够进到我的心 我要改变 好让神能够掌权在我的生命 今天有好多人 你们不能够成长 就是因为 你们没有改变那个思想 第二 我们要对付自我的中心 跟你旁边说 我们是很自私的人 谦卑不是小看自己 而是少看自己 原来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 才能够顺服神 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六节的时候 耶和华他安排了一颗 毕马 一起讲毕马 毕马使其发生过 就是高过约拿 引而遮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约拿因这颗毕马 大大的喜乐 发生什么事 他坐在那边看的时候 突然间 有一个植物 而且 我去研究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毕马的叶子 可以吸收红外光的 辐射线 遮阴 割热的果效 是比其他的植物更好 上帝不只是给他 一个好的植物 来遮太阳 他给他最好的 一直讲最好的 你知道神给你 总是最好的吗 你知不知道 在你忧伤的时候 在你败坏的时候 在你不听话的时候 上帝仍然把最好的给你 当他给最好的时候 当然 这个约拿就很开心 对不对 他开心得不得了 他发现到 他刚刚开始 看到的复兴 他很生气 突然间 这个感觉感受 全部不见了 因为他领受到祝福 可是 在同样一章 我们看到 上帝 在用一个事物教材 object lesson 来帮助他 很多时候 我们在儿童事工 才用事物教材 其实我发现 大人也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在读下去的时候 第七节他说 次日黎明的时候 神却安排一条虫子 一起讲虫子 这个虫子就开始咬这个植物 然后就死掉枯干了 很简单 然后他又让这个太阳越来越热 好像在处罚约拿 可是他是在帮助约拿看见 而且来到一个地步 约拿第三次讲什么呢 我要skissi料 他第一次讲要死的时候 就是他跑路的时候 被丢下海的时候 他是在抗议神 我宁愿死 也不要听你的话 第二次喊死的时候 是看到 原来他的敌人 复兴起来 被接纳 被饶恕 现在第三次喊死的时候 是因为虫子在那边咬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幼稚 你有没有看到可悲 有没有看到 原来 约拿就是在描述 我们这个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固执 固执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事物教材 来帮助我们看到 原来我发现到 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杯子一样 这个杯子 其实应该是充满着神的爱的 可是我们把它装成什么呢 暗的水 黑的水 我们本来是一个祝福的器皿 可是很多时候 因着人的批评 因着环境的方面 我们变成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有苦毒在里面 当你有苦毒的时候 其实人家看到你的时候 很难接受 很难明白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一下大家 如果我们讲说 我们要在乎神所在乎的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 我们也要看到 原来我们这个人 里面的这个老我 这个自私的这个人 要好好的去对付 怎么对付呢 降服于神 降服于祂 让我们看到原来神的荣耀 要彰显在这个器皿 这个器皿就要圣洁 你知道以前我听到 巴士克里斯隆讲到一个故事 他说你知道他以前 他在服侍的时候 有一个很喜欢祷告的 一个老人家 他在祷告的时候 很喜欢讲方言方言 哇 可是他祷告 方言祷告的时候 就在那个屋子 外面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玩 他很生气 他就因为都是教会的孩子 他就祷告到一半 他去外面打开那个窗 他说 你们可以不要吵吗 我在祷告耶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就在那边 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然后巴士克里斯隆就讲了这句话 我永远记得 他说 从那天开始 他说 我不要像这个人一样 外在好像很属灵 可是他带出来的 他表明出来的 他显现出来的 却不是有爱人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不是在外在的爱人 我们不是在外在表明我举手而已 虽然举手是表明敬拜 我们要在内心 一起讲内心 我们的内心要完完全全被神得着 完完全全来爱神 因为今天有好多人 他们虽然信了耶稣 可是心里却有苦毒 却有不饶恕 很多夫妻的关系 再还没有结婚 是爱死你 结了婚 爱你死 他很快地 从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就变成一个经常吵架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自我太大了 因为老我太大了 因为我们没有自死这个老我 所以在很累的时候 我们就彼此吵架 本来是应该彼此相爱 变成彼此相害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 今天不只是要知道说 我们的生命要开始改变 我们要知道神 要来帮助我们 对付我们的老我 这个老我需要能力的 你知不知道 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就在你里面 转向你旁边跟他说 就在你里面 什么在你里面 圣灵 圣灵这个能力 是能够让你转化 转变的 圣灵这个能力 就是让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也在我们里面 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人 他在这个坟墓的当中 不小心跌进一个坑里面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洞里面 有人挖了一个洞 要放棺木进去 可是呢 还没有放棺木就收工了 所以晚上这个人走到一半 掉进里面 所以他又跳啊 又跳啊 又跳 又抓啊 又抓 抓不上来 跑不上去 然后就放弃了说 明天早上 等天亮的时候 我才叫人家帮助我 他就躲在 因为很暗 躲在一个角落 坐在那边等天亮 等不到15分钟 突然间有另外一个人 掉进同样的洞里面 他在那边看 可是这个人不知道 他也在那边跳 他也在那边爬 他也在那边 就是尽量跳上去 可是一样的 跳了15分钟 他就放弃了 在他放弃的那一刻 这个人躲在那边 在那个另外一个角落 就发声令说 你是跑不出去的 马上这个人就跳出去了 为什么他因为是鬼来的 这种叫做惊吓的能力 跟你朋友说 不要用惊吓的能力 惊吓恐惧 让我们有一种推动力 可是是不好的推动力 不长久的推动力 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是这样 惊吓到 什么不要下地狱 所以他们服事 到一个程度 他们就会停 今天我要你们有一个 爱的力量 有一股爱的能力 有一股让耶稣复活的 这个能力 要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里面 我们显明出来的 就是伟大的爱 Amen 就是牺牲的爱 就是愿意饶恕的爱 就是愿意赦免的爱 因为我们今天要明白 神要我们专注的 就是在永恒 Amen 转向你旁边 跟他讲是在永恒 因为当我们看到 这个城市复兴的时候 复兴来到的时候 约拿却看不到 约拿看到的是神的属性 没有看到神的心意 今天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说 耶和华 你要帮助我看见 因为当这个植物死了之后 当这个植物 他上帝所栽培的 约拿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他在一夜发生 一夜死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他对约拿说什么呢 他说 你看到这个植物 他一天起来 一天死掉 你都有感觉 你都有感受了 何况 一起讲何况 这泥泥微城的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人 一起讲十二万人 并有许多信处 我岂能不爱惜呢 哇 约拿书结束就在这节经文 约拿书的结束让我们看到 原来这个故事的结尾 它没有一个句号 它是一个挂胡 它让我们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应神 今天神问你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今天关心某某的事情 你关心你的作业 你关心你的学业 你关心你的工作 你关心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你有没有关心过 我还不认识我的孩子们 你有没有关心过 我放在你身边的朋友们 你有没有关心过 我留给你去看顾的 这些的孩子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原来我们的生命 要在永恒的当中而活 让我们结束约拿书的故事的时候 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 听完道的一个结束 而是我们生命开始有一个起点 我们生命要开始看到 原来神呼召我们 要走在永恒的当中 就是要看到更多的灵魂 你知道牧师 刚才他分享那个年长的 我刚才也跟他吃饭 他戴着一个帽子 然后呢 在聊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妙 很神奇 因为在厕所 也能够带人信主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我要学习牧师 在任何的地方 都能够传福音 阿们 不过在 我相信是 方便完了之后再讲了 刚才跟他谈的时候 他坐在那边 他是大老板 以前退休了 他就跟我讲说 现在 如果教会有任何人要去旅游 我会给他折扣 那 只要是教会的 都能够更便宜 然后他说 我现在剩下的生命 他八十多岁 剩下的生命 我要奉献给主 哇 刚刚信主 才不到几个礼拜 要受洗的一个弟兄 在八十多岁 他知道他的生命有限 然后牧师就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 你现在每一年都是在赚 阿们 每一年 你都是在赚 那今天 你有没有看到 年轻人 你可能觉得 我的人生还很长 看到人生很长的时候 我要问一下大家 可能你的朋友会觉得说 哇 你来教会服事 哇 做这个 做那个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其实 只是这么短暂而已 就是这么短 不管你活到 六十 七十 八十 就在这个 这个阶段 这个是 你的生命 可能有一些人 长一点 可能有一些人 短一点 可是 当 当人家问你 为什么你这么笨 你可以更多时间读书 对不对 为什么你来教会 你跟他们讲 因为 我不笨 你们看到的是这个生命 我看到的 还有很长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是在永恒的当中 你现在所投资的是在永恒 阿们 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目 只转向 这个 短暂的生命 一口气就不见的生命 那我们永远不会 看到价值 因为今天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 只有看不到的价值 你的生命要看到永恒 你要看到 如果你跟这个朋友讲的时候 他能够永远与神同在 可是如果你不跟他讲 他永远 进到地狱的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见 我很感恩 因为最近 我的女儿跟我讲了一个见证 他说早期 他的CCA 每一年 每一年星期六的时间 就是在 就是 国庆日的时候 他们都要去谈 因为他的band 每一年都被叫去 他进到第一组 然后他就跟我说 怎么办 Daddy怎么办 我星期六要来教会 我说你祷告 你跟他们讲 反正你每次在太阳底下 你就会有Racious 就是跟他们讲 他就用这个借口 有Racious 因为是第一年 Sed 1的时候 他们就说 虽然他被选到 可是 他不需要去国庆日 来演 就是 弹奏 然后每个人都讲 你是笨的 为什么 不要 这个难得的机会 有些人要 都没有 可是因为他不要 而且第一年 因为他不要 他本来是可以 升上多一级的 可是因为 他们说 他在教会太忙了 所以不让他升级 他起初很伤心 后来觉得 哎呀 为主 我愿意 第二年 他说 他在尽量 想办法 他又想办法 用太阳 用月亮 用很多的 很多的不同的东西 讲 我不懂有没有 用月亮 总之 他最后 又被选中了 可是又是讲说 他有教会啊 这些 又不需要 星期六去演奏 所以感谢主 今年第三年 他说 Daddy 我是senior了 我不能够像了 所以他去年 就开始 跟我讲说 可能他在国庆日 他就不能够来教会 因为有很多的彩排 然后我就说 不用紧啊 你就祷告了 我们来祷告 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 今年很特别 他说 今年他又被选上了 可是呢 今年 他们说 他们把这个 庆典的 弹奏跟 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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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改良 变成比较小组 他说 不需要每个人 去弹奏 而且他们去找他的时候 他们没有问他 你没有办法 今年一定要 他说 Chloe 你 你是不是有教会 你要去教会 对不对 他说 对 所以那你还要不要 那我说 他说 不用了 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我不懂你们拍手 是在 好像 不懂你在想什么 因为人 会觉得 这个是笨的 可是我女儿 知道 她宁愿 投资在 永恒的 我感恩 我有这样的女儿 我以她为荣 不只是这样 听说 他们也 很欣赏她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虽然因着福音的缘故 她好像失去了世界 要给她一些事情 可是她坚持 为什么 她坚持爱主 她坚持来教会 她坚持去小组 今天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今天爱主 要爱到一个地步 是真的 不要 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我们很像约纳一样 我方便 我就来咯 我不方便 我就不来咯 反正明天还有 我们在一个方便的当中 我们不晓得 原来我们在违背神 我们在欺骗神 我们在把 祂的恩典 廉价化 It's so cheap 我们把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 所付出给我们的代价 我们当作是 就是这样 这样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 原来耶稣本身 要把祂的生命 完完全全地 交给我们 我们才能够活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有很多故事 要跟大家讲 不过我要做一个结束 这个结束 就是讲到 有一个宣教士 他的名字叫 Nitsin 他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的儿子 那时很小 他们去这个地方传福音 他们为这个地方 祷告了好久 去那边 他们知道 这个土族的人 会杀他们 也会吃他们 所以儿子很担心 他们就带了一把枪 这个儿子就跟他的父亲 讲说 父亲啊 如果他们攻击你 你会杀他们吗 父亲讲什么 我不会杀他们 他说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已经预备 我们预备好 可以进天堂了 可是他们还没有 所以当时 他一见到这个土族的人 这是真实的故事 他们拿的枪 是土族的枪 这些宣教士 拿的枪 是洋人的枪 其实更好的枪 他们射天空 这个人把那个枪 把它丢进 他的心里面 当场就死了 这个儿子 有没有埋怨 这个儿子 有没有生气 没有 他长大了之后 他回到这个土族 他去找谁呢 他去找当年杀他父亲的 这个人 跟他传福音 后来 这个人信了耶稣 成为了他的干爹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好不好 然后他在年长的时候 他现在还活着 这个儿子 已经很老了 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你的故事 就是你能留给朋友 最伟大的遗产 这也是最长 和最永久的遗产 你能够留给你的后裔的 他的父亲讲说 很多时候 人家以为宣教师 是在浪费时间 他忘记了 他们 也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 所谓的生命的 这个bubble 有一天会破的 会看到 原来他们浪费了 好多好多的年 记得吗 刚才我提醒的 我们要专注 在永恒的当中 耶稣基督 他自己本身 也为我们 他为我们 钉死的时候 他只记得一件事情 他要做 就是他的死 能够带给我们的活 他的死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也要 回馈给他 你愿不愿意 为永恒而活 约拿 结束 没有讲到 他要看见 他没有讲到说 我愿意 他没有讲到说 我能够 为什么 因为那个答案 在我们的手中 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当我们结束 这整个分享的当中 整个系列 好不好 我们提醒一下自己 如果今天有一些人 你觉得 你生命好像 一直卡住 不能够前进 今天主要跟你说 我有复活的能力 要给你 如果今天你说 我怎么办 我有一些思想 好像卡住 你今天来到神面前 再一次的让他 来恢复你的心 如果今天 你已经冷淡了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火热起来 好吗